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是在香港为您直播的 亚太商情 我是金姐 今天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国会 是发表了半年度货币政策证 那也是重申了等待太久 加息是不明智的 这或许是进一步地增强了 美联储三月加息的可能 美联储主席耶伦发表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首次国会证词 表示如果就业和通胀符合预期 美联储在近期某次会议上 加息就是适宜的 如果等待太久 可能会要求迅猛加息 而这样的决策具有破坏性 可能会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有分析认为 耶伦此次证词暗示三月加息的信号 同时表达对美国经济乐观的观点 而对于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耶伦表示 未来数月会探讨相关策略 缩表后资产负债规模将小得多 同时美国最新PPI数据出炉 显示1月PPI环比上升0.6% 远超市场预期 增速创2012年9月以来的新高 主要是由于能源产品价格 与服务成本上升的带动 反映出目前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而由于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走强 薪资增长仍然疲软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 对通胀的传导可能有限 但价格上涨表明零售商和批发商 利润率上升 这显示出更大范围的通胀 在达成美联储通胀目标上 又进了一步 亚特第一卫视综合报道 好的 今天的直播间 我们请到嘉宾是亚洲创富 证券行政总裁潘典山先生 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您开始 谢谢您好 我们从这一次美听证会来看的话 美联储主席耶伦 好像也是对收紧货币政策 是有一个大力的支持的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说明美联储对于加息 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 是不是代表说可能最快的话 应该在下个月 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就会加息了 我个人看机会很低了 还是比较小 对 以前耶伦 可能你看他的声明 还是比较隔派的 现在突然变成隔派变成鹰派 我相信这个可能是跟 那个总统的那个咒应有关吧 但是你看他整个美国现在的 一个经济数据出来 通胀没有什么很大的 主要是那个就业数据 这方面有点改善 但是你房地产方面 这个整个报复还是很大 就是怎么去解 这个还需要时间 所以我相信 这个今年的总的总体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比去年顶多 就是多加一次 就是两次加息 就是两次 认为不会有三次的加息机会 那刚才我听到您说 其实在之前 美联储主席耶伦是 言论都是比较偏鸽派的 也就是在近期开始 慢慢是偏于鹰派 你觉得说应该是受到了 特朗普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美联储方面 似乎越来越不像以前 那么的有独立性了 所以你觉得在之后的 这几年当中 也就是说在特朗普执政的 这四年当中 会不会可能 对美联储的这个影响 或者是左右它的一些判断呢 这个整个机制来看的话 其实它左右它的机会 还是属于相对来说会低 但是问题就在于 那个联储局的局长 这个选任方面 就可能会在这个事情上面 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也不能看到 为什么这个耶伦会有这种声明 所以这个事可能是会发生在耶伦山上 但是所以整个机制来看的话 是不是真的会做成这种影响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就你看 最重要我们反而不是 现在可能就有点改变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处局的局长的一个 他的声言可能没有像以前的那么 就准确了 可能讲的话呢 可能就不一定是跟以前那么准确的对线 反而后面可能都是还是要看 各个官员对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疫态 他处态是怎么样 但是我看主要我们都是要 看他整个经济表现了 但是最近过去的这几个月 没有太大的一个特务性的一个发展 也没有看到他大幅度的拉升 大前提在于周边国家来说的话 欧洲 英国 英国刚刚脱欧 还没完全的脱出来 还需要很多的事情再干 欧洲还在量化 还没有从谷底出来 所以这种种也会影响美国 所以我们来说这个耶伦的言论 现在是越来越偏于这个鹰派之后 也就是说可能对于这个加息的步伐 会比较快 所以如果说一旦比较快的话 它这个通胀就会很快地回升和上升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也会造成一定的风险的 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特朗普的一些 他的这个减税的计划 还有他的一些政策 已经让这个资金 是不断地回流到了美国 还有关于这个银行业的 监管的一个松绑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的话 是不是代表这个通胀回升 是一定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了呢 这个某程度上来看的话 是从这个走势来看的话 应该是会的 但是他怎么解决现在的这个种种的问题 我们还是看不清楚 因为早前也透露过他会减税 那减税就会影响到他的整个过房收入 过房收入已经不是很好了 过去一直在有出现了一个财政悬崖的问题 还要再加富人税 你再还说减税 你这个富人税也加不了的前提底下 还要减税 那减税不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 你的评级吗 你债务的评级 你债务的评级受到影响的话 你的债务的这个价格也会出现问题 债务价格出现问题以后 你再说加息 你的价格更会再大跌 那这样的话 你怎么去承受这个事情 这个全部都没说 没讲 这个是一个一个 一环扣一环 都在有牵连的嘛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嘛 所以我看这事情上面 特朗普还是 大家就美国人看得太好了 后面耶伦这种的讲发了不可信 后面应该很难的 这样的去加息上去 所以你就说 现在对于政策和政策之间 还是存在很多这种矛盾性的 不过在之前 您看这个特朗普 一直要说加大基建建设 但是刚才您又说到 他还要实行一个减税的政策 包括现在这个财库方面 其实财政能力上面 是一个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债务 也是非常之大 所以可能在接下来 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真的有很大的一个难度 对啊 还有你说把这个债务上 要降低的话怎么降 你一降的话 就对相关的这些价格会做成影响 是我们再来说这个特朗普 我们发现其实他对以前的政策也好 还是目前的政策 还有一些是褒贬不一的 其实他对一些政策来说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美联储官员方面 现在目前已经有四位高官 是一致认为要缩减资产负债表的 那您觉得对于其实恢复经济来说的话 究竟是加息更有效 还是缩表更有效 当然是输减资产负债表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走的方式 先把资产负债表输减 但是能输减多少 因为它的负债太大了 这个美国是一个最大的负债国 一直都是以债养债 债放大了以后 要收回来的话 除非你过房收入 有个很大的收入 每年都有个要好的一个行鱼 不然的话你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做 这个是空话 这种空话是实现不了的 所以后面事实上会减一部分 但这减一部分 可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 真正的降下来很难 除非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返回到基本步的话 还是要看它的经济 是不是很快的起飞 它经济能很快的起飞上来的话 就能够有加息的空间 也会能够把资产负债表 输减也这样做 不会做成震荡 因为这个是一个起飞 起飞会有一个更好的预期跟憧憬 已经盖过了债券价格上的 对于利息的拉高 对于短期的操作 把这个输减的事情影响会降到比较低了 这个影响 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这个耶伦已经是说 现在美股的估值是比较高的了 而且会有一定的潜在的风险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经过两年以后 它已经是攀升了300点 您觉得这个美股的估值真的是依然还很高 依然有风险吗 那肯定是高了 美股是到了这个水平 两万年以上的话 还在往上冲的话 肯定是高 高的原因在于什么 就是它的本业没有完长的复苏 只是部分的复苏 还有呢是好一大部分是憧憬 憧憬那个保育主义能收到效果 憧憬那个减税能收到良性的效果 但是这个背后美国不要忘记 它自己是个负债的最大的国家 那个负债国 负债国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减税 再加息的话 你就带成那个债务上的一个灾难 就是这个表面表象看起来是很乐观 但是其实在这个背后 依然这个美国方面 有很多值得去深思熟虑的一些问题 隐藏着很多危机 潜在的风险的 好 谢谢Patreon的欢喜 那我们也是稍作休息 待会回来